硬碟不只是只有Google的云端硬碟 其实像那个微软也有提供一个skydrive skydrive上面有一个等于是算什么呢 算不完整的一个e-sale版本 它等于是云端 云端的一个版本 就是e-sale你也可以直接在云端上就可以开起来了 但是我之前使用起来我是觉得没有说那么的好用 而且再来就是说 它那个版本可以开启e-sale的档案没有问题 其实你们也可以开那个叫skydrive 但是呢 VBA在上面能不能执行呢 不行的 目前不行 那有同学问说 有没有一个app可以执行 那个e-saleVBA 我当然很希望说微软赶快 比人 因为为什么微软的 微软的视频手机会卖这么烂呢 因为几乎没有人用嘛 结果它 Nokia本来看好它的那个 那个windows什么 Mobile的这个平台 结果没想到 Nokia跟进之后的话 其实就注定Nokia的悲剧发生 而且微软听说也有阴谋论 就是说是不是想要把Nokia先搞倒 然后再把它买起来 果不其然 最近Nokia就真的被微软给买走了 而且还换了一个名称 它不叫Nokia Nokia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了 它现在叫什么 叫什么 微软移动吧 还是什么 Milesoft Mobile之类的 所以很惨 那当然就是说它这个地方 本来应该要 VBA本来应该 看上云端的 哇那不得了了 那等于是那个装的翅膀 飞上天了 但是问题现在没有了 不过我看看将来会不会有可能 我目前没有没关系 已经够强 为什么 因为全 所有的那个应用程式里面占有率最高 就是所有电脑一定要install的 应该就是属于Sale 连那个Mac上面也有 所以这部分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至少这个需求 应该再撑个五年 应该还有一定的光景 但再来的话可能就不行了 因为云端来了 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像中华电信 那天有个学生他跟我讲说 老师我们公司现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没有PC了 他不是 另外有个同学讲说 他们有PC 但是不买Office的授权 直接叫大家用什么 用云端 就是说因为上面有了吧 Excel 你不用Excel 但是可以用Google市段表 或者是用SkyDrive 都可以用啊 对不对 那那时候你怎么办呢